各位师兄师姐 大家好 今天我们第四次上课 也就是最后一次 这个课程最后一次 谈的是观音访门 我们一开始 从最早的时候 谈到生命的迷思 然后谈到这个四颗七大的虚妄 上次内容很多 然后太多了 讲不完 今天就是继续通过25元通 过来的就是最后一个耳根元通 嫩眼睛的耳根元通的法门 我们做一个介绍 我们一般了解就是嫩眼睛 是耳根元通是一个很重要的修行 修行法门 那么但是就整体而言的话 这个观音访门是不止 不止这个耳根元通 所以观音访门在其他经典里面 像法华金浦门品 也有观音访门的论述 那么浦门品跟嫩眼睛究竟有没有不同 有没有关系 我想我们今天是用这个时间来跟各位介绍 观音访门的内容 那当然我们这个课程也就是有一个设计主题 就是生命圆满 所以生命圆满的追求 为什么我会落到观音访门来做介绍 这应该也要说明的 所以今天大概就是这两个主题 跟各位做一个分析分享 观音访门的内容 通过任言经来做介绍 那么也包括了耳根元通 包括了观音菩萨 三十二印 十四五位 适不适宜的介绍 那么在通过观音访门的介绍过程当中 来说明生命圆满 究竟如何才可能达到目的 就民间的信仰来说 也是有观音信仰的 那么这个信仰就是上观音菩萨求救的法门 那么佛教也是信仰观音菩萨 这当中究竟差别在哪里 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个民间信仰 这个上观音菩萨求救的法门 根据根据普门评也实践记载的就是 若有无量百千亿众生受诸苦恼 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称名 观世音菩萨即使观其音声即得解脱 所以也就是一心称名是一个重点 也就是专心一意称颂菩萨的名号 南无观世音菩萨 而观世音菩萨就听到这个求救的声音 而众生就可以得到解脱 所以也就是菩萨的一个功德 他的能力能够救助众生 能够从苦难当中解脱 那么这个感应故事是相当多的 然后也成为苦难的众生 愿意求菩萨帮忙的理由 因为菩萨就是牵出祈求牵出印 然后都能够满足所愿 能够救苦救难 所以这个求救的讯号 就是持诵菩萨的名号 那假如说我们能够持诵的过程当中 跟菩萨的名号上映的话 就能够从苦难中解脱 那这个关键就在于能够上映 所以就等于打电话 打手机对不对 然后这个号码是什么呢 就观世音菩萨 那为什么有时候没效 会不会是因为 讯号不良 没有收到的结果 没有收到的原因又会是什么呢 会不会是因为我们不够专心 所以会有影响 可是这里就问说 为什么念诵菩萨的名号 圣号有这个灵验呢 一方面是刚才说了 我们要专心对不对 我们能够一心称明的结果 再来应该是菩萨他修正有成 所以他有这个程度 他能够无处不限 有求于他的话 那就有求必应 我们我们就是一人一身 然后一身一处 等于各位来这里 上这个课 听这个课程 那你就不能留在家里看电视 有没有人能够一边一边看电视 也可以一边上课 所以那要分身 那菩萨就有分身的能力 所以牵出祈求牵出印的结果 他已经修正有成了 那建一个讲法应该就是信者有 不信者无 对不对 所以说对于信的人来说 这个讲法就不用再讲什么道理了 讲道理那大概就是不同的层次 加以说明的结果 那所以这里提到的是信仰的层次 只要一心称明 你相信这样的一个讲法 所以你就很认真的 很努力的修持 可是如果说不讲这个道理 不讲道理会变成迷信 那佛教是个宗教 有一点要清楚 佛教是个宗教 所以佛教是个具有信仰的层次 可是佛教的信仰 为什么不是迷信 因为佛教的信仰 是可以通过理论来加以说明 还有也就是这个理论可以落实 通过修行把理论印证 所以他在说明的一个道理来说 叫做理论 但是就修行而言的话 那他就把这个理论转化为一个信仰 信仰的一个落实 所以他不是迷信 就是因为他可以通过修修行 修养来印证 那他不是说对于一个外在的一个神明的一个偶像的崇拜 他必须回归到自己的体认当中 那因为这样的话 他就是一个自信 开发智慧的信仰 而不是盲目的一个崇拜 不是迷信 所以我们在讲这样的一个观音法门的时候 有别于民间宗教的信仰 对观音师音菩萨的信仰 其实是广大人民的一个共同的一个追求 可是差别在哪里 也就是佛教 真心的佛教 他讲究信仰 同时也就是要这个修行 然后这个修行是可以通过一个理论来加以说明的 那我们读普门品的时候 比较看到的是他的信仰的部分 但是你读任元经的话 你就看到更多的他的一个理论的部分 以及他对于修行的层次的说明 那我们一般我们也就是对于任元经的理解 比较偏于偏于他的自立的部分 也就是这个修行的部分 耳根远通会忽略了他其实有他的信仰部分 而且也有菩萨的那种救苦救难的功德在里面 昨天应该前天可能是前天 在家跟我的同事又就谈着问题 他才恍然发现原来是 那年经也有三十二印 那我们就用普门品的三十三身 误以为这只有普门品的专利 不是 两者是都有 那你就说究竟三十二是正确还是三十三是对的 那不同经典有一些差异 并不代表绝对了 也就是说观音菩萨的化身 也不止三十二也不止三十三 那我们说了这两部经典都是在谈观音菩萨 一个修正有成的时候 普度众生的努力 不过在普门品比较着重在一心称明当中 着重在对菩萨的绝对信仰 但是在那年经 他就被人所重视的比较多的就是耳根圆通 耳根圆通又是很深刻的道理在里面 所以我们需要加以探讨 那么这里引了圣言法师一段话来说明这三个关系 三者的关系 就是信仰跟理论以及那个修行的关系 这三个部分要同时并重 不是强调其中之一而已 就是说如果只讲信仰 不了解他的道理 也不去修行的话 那就变成只是迷信 佛教不是个迷信 佛教是可以落实从身上去证明的 那如果说谈修行 谈修行 那完全谈个人的修行 也就是说自己努力就够了 然后呢 也不讲理论 也不谈这个信仰 也就是忽略了诸佛菩萨的帮忙的话 那就叫盲修沙链 然后有问题 完全讲理论 不修行都不对 这叫说食属宝 说很好吃 属家里很多宝 可是那不是真实的 所以信仰修行理论都要重视 三个都同时并重 这个是我们在谈观音法门的时候 也因为这样要特别注意的 不完全是偏于一方 那既然如此 那现在我们就说了 这个理论究竟是什么 这个理论 我 我的归纳的结果 我个人整理的结果 我的理解就是 从自我发现当中 提升人品 自我发现 也就是 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对不对 人跟所处的世界的关系 里面去发现自己 然后 也因为这样 所以说 自我的存在 当然也就是 是跟 别人 跟我们所处的世界 是有一个密切的关系 这个关系 应该是自他一体 自他一体的话 那意思就是 我跟他人 是一个生命共同体 所以 在这当中 学习付出 因此 观音法门 应该就是 有自立的部分 也有利他的部分 付出的结果 就是利他了 然后 可是 付出当中 当然也就是完成 完成自我了 所以 真正的自我成就 应该是 从付出 当中 去 有所成就 那么这样的一个 一个理论 也就是 自我 跟他人之间的一个关系 究竟如何的去 不断的去 去肯定 因为 人不断的自我肯定的结果 可能就是忽略了 我们所处的世界 甚至于说 我们就是 为了个人的利益 可能 就会 忽略了 整体的利益 我也曾经举了一个举例 假如你个人可以赚 赚一百万 公司 损失一千万 你觉得 你要不要做这件事 公司 损失一千万 你可以赚一百万 然后如果你基于个人利益的话 那你就会 你就会说 那当然要赚一百万了 对不对 忽略了整体的存在 可是你就整体来看的话 你就会 思考这个问题 你个人获得这个利益 影响到大众 这个是不适合的 不应该的 所以 不应该的事情 就不能做 那我们就是说 要有一个不断的自我 自我的一个肯定 那这个肯定 也就是说 从一个自他 一体当中去肯定 各位也可以 有没有过这个经验 我们也看过很多次了 有人开了一部很漂亮的车子 然后那个车的窗口 就慢慢摇开 有一只锁伸出来 把他的烟灰缸的烟蒂 全部丢在马路上 然后车子就开走了 那他觉得那部车子 是他的一部分 对不对 是他的财产 那车子以外的话 不是他的 是别人的 是公家的 所以 他就做了 损人利己的事情 所以 假如没有自我发现的话 然后 我们常常都会 自以为顺 你也很难了解 那条马路 也需要有人清洁 对不对 所以说究竟谁在清洁他 清洁的人 跟我们没有关系吗 也是有关系的 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其实 自他一体 这个观念是很重要的 也就是人之所以失去自我的话 那也就是忽略了他人的存在 所以 如何在自他一体当中学习付出 我们从观音访门可以获得很大的一个 一个一个 一个启发的 因此 观音访门是有自利跟利他的精神在里面 我们要提倡这个观音访门 甚至我们说生命的圆满的追求 要通过观音访门来说明 这是很重要的因素 人必须了解到如何才真正的自利 人 在自利当中 其实就是要完成利他的目标 如果人不能够从利他当中去了解到 一个一个自利的话 然后把自利跟利他做一个对立的一个理解 那这样的话是 是迷失了真正的自己 所以所谓的圆满其实就变得不圆满 那我们意思就说了 我们如何的去发现自他一体 又如何的从自他一体当中去不断的自我肯定 以及不断的学习付出 这也就是提倡观音访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理由 进一步就是说明这个自利利他的精神 其实是通过自利跟他利同时重视的结果 所以一方面要自我努力叫自利 自我努力 他利的话就是仰赖菩萨的加持 所以如果讲耳根源通好了 你把它理解为是我们的耳根对于声音的一个接触的一个 一个一个反文 对不对 那究竟什么叫声音呢 声音如果只是理解为一个物理的东西 各位知道这个什么意思 物理 各位听听我讲话 是一种声音对不对 没错 那这种声音是物理的东西吗 只是一种声波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还有录音还有那个录音等等的一个活动 那那纯粹是个物理现象是个科技的结果 不是的 各位有没有发现 这个声音的背后是是有精神的在里面 有你的精神有我的精神在里面 你在听就是有你的精神的加持在里面了 没有你在加持的精神在里面的话 我只是在说我的话而已 是不是这样 那所以我也在讲话 如果说我讲的话也只是在说话而已 本身没有我的精神在里面的话 那这些人可能不需要我来说 找个人来带我说就可以了 我只好只要写好就可以了 把稿子写好给他读一读 不是的 那声音背后也有我的精神在里面 所以它不只是个物理的世界 那我们就说了 耳根源通绝对不是不只是一个圣经的法门 或听圣经而已 听圣经背后的所谓的文信 那究竟是什么 也就是一个宗教信仰在这里 有它很深刻的一个道理在里面 这两者合起来更重要一点 自我努力的要求 同时他也没想过他可以成为菩萨的化身 所以观音菩萨如果有牵手牵眼的话 那我们应该就是其中的 他的生命的一部分 我们也就是牵手之一牵眼之一 然后成为他的好帮手 然后呢 菩萨就会号召我们 跟他一样 同时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所以要能够做到这一点 要成为菩萨的化身 要有这个发心 发心也就是发菩提心 我们也就说 学佛的根本在于这一点 发菩提心 所以各位要修耳根源通 那就要问一个问题了 你有没有准备要发菩提心 你有没有觉得发菩提心很重要 说起来很简单 很难哦 发菩提心很难 不是那么容易 所以 这个是学佛的根本 那么通过观音法门 其实我们 很重要的一个根本前提 就是 我与比佛发菩提心 这个地方如果 我清楚了 那这个耳根源通会比较好理解 那其次的话就是在谈就是 自立立他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就是刚才提过这个普门品 普门品就是依赖这个菩萨的救度的话 它是比较着重在他力的方面 也就是通过菩萨的救度 那么这个立场来谈的话 就是谈到菩萨的利他了 菩萨有这个利他的行为 因为他到处帮助别人了 那么再来的话 就是一心称明的结果 我们说也有修行制度之一 修行制度也就是通过自立 所以说他也有自立在这个 这个意义在里面 一方面就是自我努力 自我努力 一方面的话 也就是对自己有所帮助 所以我们建议看的话 普门品其实也就是 比较偏于谈利他的行为 可是我们也就说他有自立的部分 同时他也有自己修行的意义在里面 那我要讲这个意思是说 他跟嫩言经是相通的 我要讲的是相通 而且我讲嫩言经的时候 我也会会回到一心称明来 那就是说 两部经典对我来看 是同时重要的 一起一起加以理解 因此说到嫩言经的时候 就会提到观世音菩萨 就能够用耳根元通来修行 所以通过闻思修 达到进入三魔地的目的 就能够体会就能够体会到诸佛菩萨的慈悲 以及愿力 以及能够悲悯众生 受难受苦 所以他发心立大愿 那么他就要到处帮帮帮忙 那么三十二印就是他到处印化出现 救度众生的说明 那十四无畏就是观音菩萨具有这十四种无畏的能力 给予众生解脱 所以这些都是他不可思议的果德 就有四个方面的说明 那在这当中比较着重在于 就是他从自立当中 自我修行当中获得利他的功德 但是我们比较注意的就是他的音形 也就是耳根源通这部分 不知道各位是不是因为耳根源通的关系 想要了解这个法门 所以说这两部经典是相通的话 我们说了就是自立中可以立他 立他当中也完成自立 自立中可以立他 立他中完成自立 也就是自立立他 是我们谈观音法门的一个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精神 就观音精神就在这里 所以通过自立立他来谈观音法门的话 那么信染观音菩萨 那就需要自立他来的同时重视 而且是着眼在这个观音精神的学习 以及落实在生活上面的种种面对 那观音菩萨的精神是什么 就是大悲心为体 所以刚才说了要发菩提心的话 要发心那就是要掌揚慈悲心 没有这个慈悲心的培养的话 这观音法门是很难很难很难相应的 那么所以我们说耳根源通就观音菩萨的想法 也就是去救助众生的话 是通过他的一个耳根源通一个完成 所以他对于众生的苦难 是非常的注意的 那也就是说他不是说 他不是说忽略了大家的众生的一个苦难 然后只是修他的耳根源通 所以我们就从这个角度来说了 生命需要反文了 因为从自立而言的话 这个耳根源通就是通过反文 反文而来 那反文什么意思呢 就是听听内在的声音的话 就是认识真正的自己 人常常忽略自己 所以说从反文当中 去了解真正的自己 人习惯的就是顺文 所以所听的都是外在世界的声音 那么没有通过反文的话 其实我们不知道真正的自己 究竟在想什么 那从利他而言的话 人就就是说自以为聪明 所以人会忽略了自己真正的需要 也同时也就是漠视了周遭环境的存在 所以要正视内在的一个沟通无碍的话 那就是说要对自己一个真正的了解 然后要注意到外在环境的关系和谐 所以说就是要注意到人我的关系 无我的关系 所谓人我关系 无我关系也就是 人跟人之间有一个关系存在 然后人跟环境之间有一个关系存在 所以这些关系是哪些内容 我们来看看 这是圣野法师提出一个新六伦的观念 六种伦理的观念 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 然后还有呢是人与物的关系 看看在家庭里面有什么关系存在 例如说夫妻的关系 对不对 夫妻彼此之间的一个关系 要相处要和谐 然后呢亲子也是个关系 爸爸跟嫂子跟父母的关系 然后呢兄弟姐妹的关系 其实现在人都很自我啊 最明显就是大家有空的话 就拉起手机来玩电动玩具 我刚刚来以前也是坐在那个 7-11里面坐一回 然后呢我旁边有两位小朋友 就是一直打他们电动玩具 少少的 我我搭捷律来的话 那个大朋友也是个 我看也是少朋友了 不过也没搭多少 最多30岁 也是来一个类似这个电脑 现在电脑好少个 我那叫平板电脑是不是 因为快到我已经不知道 那些产品的名称 他也是在那边玩那个电脑 所以旁边发生什么事情 大概没人知道 不是没人知道 他不知道别人在发生什么事情 这个就是说 只注意到自己的世界 忽略了别人 所以可能我们都在习惯玩电脑了 所以我们都忽略了人际关系的和谐 不关心别人 那同样的少缘伦理 对不对 私生的关系 然后呢 朋友的关系 最近不是有一个新闻 说有一个男生杀了一个女生吗 少缘命案 那么他们都不认识的 然后呢 这个就是忽略了别人的存在 然后呢 自己想要达到目的 就不管别人的结果 那自己也没有 没有 没有很好的结果 可是这不就是个悲剧吗 所以 同样都是一个 让人觉得可怜的事情 职场伦理 就是同事之间的相处 长官跟部署的关系 然后 这也是人与人的关系 那族群的伦理 不同的族群 男人也是一个族群 对不对 女人也是个族群 所以要分的话 那真的是 你是客家人 我是广东人 那也是不一样 真要分的话 那就是 一个人就可以成一个族群了 那这样的话 大人也是个大人族群 少孩子一个 少孩子族群 那这样 如何才可能相处的和谐呢 那必须有他的伦理的要求了 这个伦理其实也就是这样 这个人跟人之间的一种 一种关系的处理 然后也必须回到一个问题来 就是自我的 自我的认识 也就是整体环境的一个认识 那么自然伦理 比较偏重于人跟自然的关系 所以是大自然的关系 还是我们所生存的一个社会环境的关系 那么我把以上所说的都是归纳到这个生活伦理来 然后面对了各种的一个伦理关系当中 来去处理 各个环境当中的人我 以及物我 是否融洽的问题 因此我们提到的就是必须对自己有真正的认识 也必须把环境当作一个认真的对待 我们不能够忽略我们所处的环境 也就是我们跟别人的一个相处的关系 那么之前的话我们来谈谈这个自立利他的问题 同时帮助自己就自助了 然后呢也是帮助别人就是就是助人 自助助人自立利他 这个是要处理的一个问题的 观音法门就可以让我们去反省到建一个命题 好 那下来我们就是就是谈这个耳根元通的修行方法 那么前面的所谈的就是一个 理论上的说明 自立利他的说明 那么下来就谈这个修行方法 应该是大家所所关心的 所希望希望了解的 因为我们任元经有名的一个经文 然后呢 整部任元经就是有十卷 然后呢 观音法门介绍的这个耳根元通是在第六卷 而前面的前面的二十五元通都一一出场了 所以 就佛问大家说了 各位修行 用什么法门来修行认为是那个法门最殊胜 那么提出一一的报告 为什么是二十五而不是二十六也不是二十七呢 那就是说六根六乘六四七大加起来就是二十五 然后那二十五也就是万法分析的结果 然后你可能会说还有一个五运啊 五运的话就就就散在刚才所说的二十五当中了 那就是包括一切了没有遗漏了 也就是如果就敌而言就是四可其大 就物而言的话就是二十五元通 然后呢 观音法门排在最后一名 那为什么 因为它是本经当中最殊胜的法门 能源经就是依照这个根门做修行 所以它推动的是根门法门 就是根六根作为修行 然后六根当中又以耳根最殊胜 这段话各位要记得如果想要修耳根圆通的话 一定要背起来 不止这页也要活 然后我们就把这段话读一次 二十观心菩萨即从做起 顶礼佛足而伯佛言 世尊一念我习无数恒河沙解 于时有佛出现于世明观世音 我与彼佛发菩提心 彼佛教我从门思修入三摩地 出于门中 路由往所所入祭祭 动静二相了然不生 如是见真门所门静 静门不住觉所觉空 空觉即圆 空所空灭 生灭即灭 即灭现前 忽然超越四处世间 十方圆明或二处胜 一者尚和十方诸佛本妙决心 与佛如来同意此理 二者尚和十方一切六道众生 与诸众生同意悲养 可以吗 把它背起来 我家曾经有一段时间 常常在背 所以背了很熟 背熟以后你才可能 才可能对他有深刻的了解 其实我们以前读书要求就是背书 所以先背熟再说吧 背熟可能比较好懂 背不熟不好懂 然后呢 那怎么办呢 你已经说你不会背 那就是慢慢开始就可以了 然后等到背到熟 我们再来分析它 可能比较好懂 那我们回去看看 一开始提到的观音菩萨 他怎么开始说明他的法门 就是他说他遇到一个佛 他的名字也叫做观世音 然后呢 这个观世音菩萨遇到一个古佛 也叫做观世音的话 那么他教观音菩萨的一个方法 然后最重要的第一点看看就是发菩提心 所以我们说 第一个是发菩提心 再来的话 他说是从文师修入三摩地 那么我们就说文师修入三摩地 是一个修行这个法门的要求 再来的话 这段话从出于文中入六王所 一直到极灭线前 就是这个修行方法的一个次第 那我们剩下来的时间 大概就是要跟各位介绍 这段经文要怎么去分析 如果各位曾经读过的话 那么就会发现这段经文 它有很分明的层次 那我们就是说刚才提到的这个经文 可以有这三方面的一个分析 发菩提心 从文师修入三摩地 那么入六王所 以正极灭线前 那我们来看 发菩提心是学佛的根本 所以他特别提出这个法门的先决条件 关于法门假如说 没有在这个地方弄清楚的话 没有把发菩提心放在第一位的话 大概这个修行不会很得力 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个问题一再提出来 其次的刚才说的闻师修究竟怎么说明 它是说明从闻中师修 闻师修就是闻中师修 闻是什么闻是耳闻 在耳闻当中师修 那么师是什么 修是什么 一般所说的就是说 有闻有师有修 所以闻就是听闻 当然你说耳闻也是听闻 然后呢师一般来说是思维 思维就是思考 思考就是分析 可是任言经不是这个意思 那修是修行 所以修行就是有修行 有听闻的话 也就是有人所相对的叫听闻 有思维就是有分析 所以它也就是一个对象的分析 有修行也是落于一个有为的一个努力 所以这是一般的讲法 闻师修 可是任言经的耳根源通 不同在哪里呢 就是它是通过耳闻跟声音的接触 放下人闻所闻 所以没有人闻所在 也就是没有听闻的主体 没有所闻的对象 那也就是人闻所闻都放下的话 回归一个整体 所以谁是人闻 再来所闻会是什么 回到人所不分的时候 就超越人所了 所以是 所以是闻无所闻 闻无所闻也就是 听闻不闻 各位有没有听闻不闻的经验 有喔 心不在焉的时候就听闻不闻了 现在有吗 现在是闻无所闻 会不会 还是呢 诗是什么 诗是清清楚楚 清清楚楚不是胡思乱想 不是在思考 不是在分析 那一个意思是说 我 关照了很明白了 朗宪 所以叫做清清楚楚 这叫思 修是即闻即思的话 所以所谓修就是 闻以及思 同时 所以是修 所以这个修就是 通过闻思而来 结果不是闻思以外还有所修 离开了闻思无所未修 那这个是用圣经法师的话来 给各位做一个佐证 就是从闻开始修 最初是听声音的有耳朵在听 听是有听到声音的 听到最后没有耳朵的功能 也就是没有听 没有用耳朵在听 是用一根的心在听 那这个时候也就是说 那个人文 已经转移了 转到一根来了 本来是用耳朵听的 后来慢慢的话 已经不是耳朵在听 心在听 那么听到最后的话 没有声音 无声之声 心里不是真的有听到声音 是有一种力量在维持着自己 在听 这个力量在听 那听什么也不是声音了 所以这个就是闻无所闻 听无所听 各位有没有过这个经验 如果没有的话 这很难说明 要走进一个世界里面去看看 我比较习惯的走进了一个大自然当中 然后呢 在大自然当中 自我放下的结果 慢慢的就会跟环境融为一体 其实这个时候不只是不在听 你也许也不是正在看 可是也有听也有看 然后呢 也有风在吹 所以六根同时感受一个世界的存在 那因为这样的话 那我们就是说 超越了六根对六成的一个分析 我们不是在分析来了解这个世界 我们是用心在感受我们所处的世界 那所以不一定要用眼睛在看的 你知道吗 不是用眼睛在看的 那也同样的不是用耳朵在听的 可是你知道这个世界存在 你只不需要再做分析 因此这个维持的力量叫做施 然后修是不断的维持下去 不断维持下去 这叫做修 所以不要断的意思了 那么 文师交错的运用 施就理解为提起 提起来 很清楚的听闻 所以这叫提起来 所谓提起来 意思就是说 你力气不够的时候 你发现 你已经 已经离开了所谓的方法的时候 就有这个提起的问题 开始是有声音 后来听到跟声音合为一体了 就是这样一直修下去 所以文师修同时并进 那我说了 我们只有找一个自然环境 自己感受一下 这个文师修是不是可以体会的 那再来我们要谈这个 陆流网索 到这个极灭线前的功夫 以及赤地的说明 这个部分大家所关心的 要说明他的以前 要先掌握到一个前提 就是一根节节这个修行主张 那我们要介绍的就是 任元经主张 根中有六节 这六节称之为 动静根绝空灭 动是动成 静是进成 所以动静是动静二成 根是我们这个六根 然后的觉就是我们的一个知觉 也就是我们意识的一个知觉 那空就是一个修行的境界 有空性的理解 灭的话就是以上所说的各个境界的一个超越 所以最后是要解灭结 然后这个灭当然也就是 也是因为有生灭的关系 所以叫做灭 因此落在一个相对当中 就是有这六个不同的一个处境 那称之为究结或打结 究结或打结 就是在这个不能畅通之下 就是就叫做究结 纠缠在一起 所以叫做打结 那生命为什么会在这里 会有所究结有所打结呢 那我们就是说了 因为我们会迷失在刚才说的六结当中 所以修行就是要解结 为什么叫做迷失在究结当中呢 我们以动静来说好了 根本没有觉得每天都要吃饭的话 这本身就活在一个动静的世界 可以 每天都要吃饭嘛 对不对 可以不吃饭吗 可以 吃面 你可以 可以吃简单一点嘛 可以 怎么简单都还是要吃 对不对 那你有没有觉得吃本身也是会让人 起了烦恼 起了分别 然后呢 你怎么去处理你的吃饭问题 那因为这样的话 就 动的意思就是一个 一个一个 五彩缤纷的世界 然后呢是一个繁华的世界 所以你要吃饭的话 你可知道有很多餐厅 有很多不同的食物 你可以做决定 那么在这当中 人不就是在这个 六根的一个需求满足当中 然后不断的去 不断的去解决他的问题 那这样的话 我们常常在这个 六根对六成的一个追求当中 就会引申各种的烦恼 然后没办法处理的话 这个叫做打结 那要处理他的话叫解结 那么要解结的话 就是要从一根下手 然后当一根的解结能够处理的时候 六根的结就七结 叫做一根解结 那最处理最早的 最最最最最优先处理的就是成结 就是动静二成 所以面对的就是动的世界 慢慢变到静的世界 然后呢 动静根 就是自我的世界 六根的世界 再来就是心里的世界 我们一层一层 是要来到无心的世界 然后到无心的超越 那这样的话 最后就是绝对的放下了 这个解灭结的话 就不再有任何的执着了 那所以六根六结的关系 我们在这里看了 原来彼此生意叫做六根 每一根都有这个六结 那这个你看到动静根绝空灭方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动静是耳根 那如果是眼根呢 眼根是明暗二成 如果是一根就是生灭二成 那生根就是合离二成 然后呢 鼻根才是通色 就是通不通啊 有没有堵色 所以 六根其实就是有它相对的 所谓的二成的出现 那动静二成是真的耳根而来的 那在这个相对世界当中 我的理解就是一个繁华的世界 上一回跟各位提到一个疯狂的世界 就是从这个动静二成的世界谈起了 那究竟它是真还是假呢 我们上次已经提过了 它们都是一个虚妄的世界 那这里说了六根都有这个六结 每一根都有六结的话 这六结都是相同的 所以 一根一结结的话 六根的结都结 如果六根六结都结 一根六结都结 那就六根六结都结 是这个原理 叫一根结结 那它的具体的操作方式是 从耳闻得于声音的动成开始起修 所以出于闻中 就是在耳闻当中 最开始时候在耳闻当中 就要做到陆流王索 陆流就是进入闻的心当中 也就是不要追随那个深层 而应该回归之心的一个掌握中 所以王索 那个索就是索文之臣 深臣 王臣的意思 但是我们来看就是臣不只是深臣 臣也是 臣的意思是什么 臣的意思就是 相对而来的结果 所以说 如果生音是臣的话 就是动成进成也是 然后呢 进一步来说 不只是生是臣 然后呢 有生是臣 无生也是臣 对不对 没有生音也是臣 然后呢 根 根怎么会是臣 各位知道吗 六根怎么会是臣呢 绝怎么会是臣 绝怎么会是臣 空为什么会是臣 如果说 凡有所相对的 各位注意这一点 凡有所相对的境界都是臣 可是如果说 你不承认这一点的话 你就以那个人文为主 你就落于这个主观了 那你就不知道 这当中 也是臣 为什么呢 主观 的一个超越的话 就是有更高的超越 所以 根的更高的超越 就是绝 绝更高的超越就是空 那么一层一层上去 你会发现 你只执着在某一点的话 那你以为就真实 其实 看起来 那也是个相对的成 那 建一说 你一定会问个问题 那文性是什么 文性是什么 因为我们说了 六根也不是文性啊 然后呢 这个绝 你执着也不是文性 那个空 你执着也不是文性 所以我们就说了 文性 不因为无声 有声 就变得是有文性 或没有文性 那在这当中 你要知道 知道有声 也知道没有声音 所以 声音 就是看着它 不管动静 其实也不真的看着它 刚才说过了 你慢慢的 你也没有特别分别 什么叫做声音 所以是不管动静 不做分别 这个不管动静 不做分别的结果 就是动静二相了然不生 最主要的是说 动成不生 就是进成 什么意思呢 你在一个环境里面 虽然很吵闹 可是你没影响 对不对 不是外面没有吵闹 是你 你不把它当真了 那就是动成不生了 很吵闹也是一个进成的事件 所以说 文性非根 非觉 非空 非灭 超越是非 超越人所的话 叫做极灭 这个体会这个文性 如果你在根里面体会文性 你执着根是文性的话 那这个就是留守执着 那么动静是相对的境界 根成是相依的世界 所以 耳根远通第一步功夫 是不随成进 而妄动 体会一个不生不灭的文心的话 慢慢你可以进下来结果 对这个进的环境也不生执着 就是根进合一 根就是进 所以根进不分的结果 就是没有人闻 也没有所闻 没有人闻所闻的结果 就是说 生理的 心理的 都有所变化 这个变化就是 闻所闻进 闻就是耳闻 也就是所谓的耳根 其实这个时候耳朵已经不存在了 就是耳闻而已 所闻是什么 所闻是对象 就是那个生存 声音也不存在了 那声音之所以不存在 那是被那个耳闻所收摄 根能射成 所以称之为成王跟进 然后呢 也没有再分别了 所以是解除了这个东进跟三截 那么圣言法师有一个 《观音妙志》这本书 专门谈论 这个《观音法门》 《任言经》 这个经典的第六卷 然后它特别的有很多解释 就是提到这个进制很重要 从此以后 六根不再受到六成环境的影响 所以叫做根进 就是这个文进 一旦做到 就是称为六根清净位 那既然有根进 当然也就是有成进 有四进 有绝境 空进 等等 我们都可以同时来了解 那么在这个层次里面 最重要就是这个 嗯 根进 根进的结果也就是 根已经丧失了 它平常的那种 那种分别能力 它已经可以 可以收射成在里面 可以不受影响了 各位知道这个根很难不受影响啊 我们现在吹着那么好的冷气 对不对 你说了这个受不受影响呢 没有这个冷气 你还那么安稳吗 那这个 这个说这个根进是不容易的 肚子饿就要吃饭 对不对 然后口渴就要喝水 每一个需要都要得到满足 如果不给你满足 你会发狂的 所以要照顾好这个身体 是很不容易 有了这个身体 就是需要去照顾好 那修行就是要超越身体的负担 然后呢 尽可能做到就是身体可以超越 那所以就是跟世俗的学问不一样的 所以根结 根结 就跟根进不一样了 根成结的话就是打结了 有时候这个结就是很严重了 例如说要吃对不对 那要你吃盘清餐你可能不满足 有人没有肉不能吃 没有肉吃不饱 那这个结就很深了 所以根结其实就是说要有所打开啊 这个打开了也就是说 打开了心理跟生理 心理跟生理所起的作用 于是就一打开的话 就没有这个身体的负担 也没有心理的压力 称为身心清安 这个时候的心灵状态叫做绝 所以说 比如说你刚打完长期 大概就不太愿意吃东西了 我也记得一些参加长期这些活动 都晚餐不用吃了 洗澡也不用了 那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心里有更忙的事情 对不对 吃饭不是重点了 洗澡也不需要那么在意 所以这个叫做绝 那客观来说的话叫做空 主观来说叫做绝 所以 闻所闻近 绝所绝空 空绝极缘 空所空灭 那继续要解的就是绝结跟空结 成结跟结解开了 是说六根不再成为烦恼所在 所谓不起作用 是说 不异它的惯性而起它的作用了 但是这个时候还有一个绝躁所在 就是这个知觉的一个存在 所以说绝造仍然是一个结像 所以也就是要处理的是这个心的状态 的心灵的觉知的状态 以及它所对的一个空极的 一个空心的理解的一个世界 也就是说不能贪着要有所突破 所以解根结再来就是绝结跟 解空结 那因为身体已经可以统一起来了 但是 执着在这样的一个根结的话 那么会有问题 再进一步的可能是到了这个绝跟空 有所执着 都是落在人所当中 那我们也看看神经法师这段的一个说明 觉所觉空 是觉跟所觉都空了 都体会到这个空性 所以觉是六四的话 是指自己已经断了这个六四的分别的烦恼 已经得到智慧的开悟 说觉是自己的身心世界的环境的时候 已经不受到六根六成的困扰 这就是五蕴皆空 实际上这就是大圣佛法说的正法空 闻所闻尽的话就是正我空 这是圣余法师对这段话做一个评语 那最后还有一个灭绝要处理 灭绝的话就是一切执着都能够有所解除了 所以就放下这些相对的世界 为什么建议说 那就是因为 动灭的近生 近灭的根生 根灭绝生 绝灭空生 所以空灭灭生的话 灭也是一结 这个结要解开 如果没解开的话 还是停留在一个空的世界 居空之间 所以灭绝要解除的话 就表示一切相对的境界也要放下 我们注意就是 极灭现前 就是一切相对的放下 所以从耳根当中 陆六王所所解的六结 都得到解脱的话 我们就可以从根相当中得到超越 也就是从六根的执着当中得到超越 这段话应该是不好理解的 对不对 所以我做了一个图 这个图来跟各位做一个分析 一个综合说明 你看到前面这个修行原理 出于文中 陆六王所 所陆即即 东进二相 了然不生 如是见真 文所文尽 经文不住 绝所绝空 空觉即缘 空所空灭 生灭即灭 这就是经文 然后呢 你要了解耳根圆通 就要把这段经文 起码要背起来 背到很清楚 然后我们再来 刚刚说明的 就通过这个图来做一个归纳 那修行的赤地 这里就说了 就解六节 所以是解动节 解静节 解根节 解觉节 解空节 解灭节 动进根觉空灭 六节要记起来 然后就是 那个赤地 就从这六节的打开 做说明的 再来是那个修行的阶段 就是我空 法空 空空 就是 此根初解 先得人空 空性原名 乘法解脱 居空不生 极灭现前 这是任言经的 卷武的经文 那我们就说 通过这两段经文 合在一起来谈 这个 六节解除 它的赤地 所以这段经文 也是要背起来的 那个所破之音 就是破的是五音 是根据 根据 根据原音法师的 那个 嫩眼睛讲义 在这里 补充出 说明的 那你就看到 前面的 东京二层 这个东京二节的解除 就破的是摄音 根节的话 解除就是破这个授音 然后呢 绝节的所破就是破响音 空节所破就是破行音 最后呢 就是灭节所破是四音 这样来做一个核对的结果 那至于心的状态 这个就是我个人的发明 就借圣言法师的散乱心 集中心 统一心 无心 这个禅修的四个阶段 已经无心的一个超越 打破这个无心的执着 建几个心的一个分析的结果 来做核对 那这个是我在多年前做的一个论文 思考的结果 我们就来这里再做一个说明 就是 冻结 冻结是散乱心 我是建去配他的 散乱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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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心就是一个冻成的世界 在这个世界当中 当然也就是一个打结的世界了 所以 就是冻结 当中我们是 不能超越 不能超越 所以成为一个结 例如有些人不能不喝酒 对不对 然后又不能不吃肉 那就是个结 就是个冻的世界 所以我们说冻结的世界 其实是个相对的世界 如果说有人吸烟 应该是个不好的事情 对不对 可是比吸烟还不好的可能是吸毒 那都是个冻的世界 那如果你说我吸口新鲜的空气 这是什么的世界 清净的世界 那不是说 也就是说是一个 是个比较相对的清净的世界 可是也算是个沉的世界 算是个沉的世界 所以在这里的话 我们 我们溢于这个动成而来的生活 的世界 是个散乱心 如果说 不同的 不同的动态的生活了 不同的五彩缤纷的世界 那如果说你能够解冻结的话 是因为你的心能集中的结果 所以你能集中 能够处理你的冻的世界 慢慢能够解除这个结的话 你就慢慢能够回过一个清净的世界 也就是安静的静的世界 所以我说 这个能够从动而静的结果 是一个集中心表现的结果 可是任何美好 如果停留的话 那就成为一个负担 所以集中心是个美好的世界 然后我们就爱上那个静的世界的话 就慢慢成为一个结 所以美好 一旦没有超越的话 那就成为一个负担 它就是个结了 所以这个静结 怎么又是集中心呢 勤明解冬结是性能集中 所以就是集中心 那你就看到这种相对而来的结果 所以要解静结的话 就是要突破 突破我们对于静的执着 然后能够突破静的执着 其实就是超越的沉静的一个执着的话 那是因为我们的生能统一 这个生主要是说明这个 言而彼舌 生这个部分 也就是五根的统一 然后呢我们这个身体 主要是指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身体不再个别的 分别的去追逐的话 然后能够收摄 成为一个生根的存在 所以这个时候是眼不是看 耳不是听呢 可是生是存在的 所以依然是有生见 那各位如果有打坐的话 能否体会到生在残堂 的身体交给补团 对不对 我们这个身体是存在的 如果说 生的统一是最后变成生结的话 那要去解这个根结 就是突破对于生根的执着 这个突破的话 其实就是从生到新的一个 超越的结果 也就是新的统一 到心来了 这个心能统设这个生的存在 那么成为绝 成为绝 因为心是比生更高的主宰 所以 这里我就说 把圣经法师说的统一心 分为两个部分说明 一个是生的统一 一个是心的统一 那心统一说明就是这个绝的状态 那绝的状态的话 他一旦执着就成为绝结 所以 这个绝结 最主要就是我们的意识的执着 所造成的结果 那么解绝结 也就是突破了这个意识的执着 就是分别的执着 然后 一旦能够打破了意识的执着 也就是突破了这个执着 有所超越绝结的绝结的话 那我们就到了这个无心的状态了 这个无心当中 我们就是 就是体会到这个空的感受 所以 所以体会到这个空的感受 那应该是一个很感受很殊胜的时候 可是一旦执着的话 它就成为一个结 那么 建一说的话 无心虽然是很好 可是它成为一个结的话 那我们就说 以空为心 还是 落于人所的关系 那么无心就是结了 因为这样 凡事美好都不能停留 都有所超越 那么 无不是个境界 如果真要说的话 空也不能解释为一个境界 如果说是个境界的话 那就变成是有一个世界 那么究竟无是什么 空是什么 无不可明 无不可明 空也不可明 所以凡有所明的话 那已经落于名相而言 那落于以无为心的话 就称为无心 所以它是结 那么 要有所超越 这个超越 就是无心的超越 就称为灭绝 无心的超越 称为灭绝的话 就是对于空性的执着的一种打破 一旦打破的话 就称为灭绝 也称为解除一切的执着 所以 就是 把这段今晚 通过几个心 在一个核对的结果 那么我们 就是 说明了 生灭即灭即灭 即灭先前的话 是 一切相对的世界 都有所超越了 也就是我们 不只是无心 而且是无心的超越 我们用禅秀的精神来解释 就是耳根元通的一个修行的 修行的吃地的说明 那这个就是我们 第一节要说明的部分 就是耳根元通的一个修行 下来的话就是谈到 观音菩萨的三十二印十四五位 十不十一 这个部分 以及我们回到一个我们的一个 题目 就是生命圆满的完成 为什么会落在观音法门的一个说明 那我们 那我们 我们来看 就是耳根元通修行 刚才所说的一个修行的方式 观音菩萨就说 他得到两种证物 一种叫做上和十方 诸佛本没有决心 与佛如来同一此理 第二就是 下和十方一切六道众生 与诸众生同一悲养 各位看看 这有什么特色 就是上和诸佛 下和众生 上下皆和 这个就是 重要 终点在第二句话 不舍众生 并非个人的求处理而已 再一次再点醒我们 是我与彼佛发菩提心 我一再问说 发心容易吗 其实发心不容易 很多人是麻木没有发心的 麻木不忍 所以菩萨是如何发心的 我们可以认真的去看一看 就世间法 其实力争上游是我们努力的 对不对 所以 得到权力地位 得到公民富贵以后 你会觉得他还会记住苦难的人民吗 不见得 不是没有 没有绝对 所以 有没有一个说法也是说 上求菩提就会 求求那求 结果就会忘了普渡众生的愿望 老实说 我觉得众生难度 然后 这个地方很微妙 所以 要发菩提心的话 要需要经过考验的 要经过锻炼的 那么成佛 就是我们学佛的追求的目标 对不对 期待成佛可以解脱 那解脱了 为什么还要跑回来救人呢 这不就是 违反了一个 离开痛苦的一个原理吗 所以 你还要跳进火坑的话 去火海去救人 那这个也就是 大圣佛法的一个 一个讲法就是大悲心为体 所以 不舍众生 修行 很重要是掌揽这个 慈悲心 然后 提倡这个 菩提心 所以 要发心 是 修这个 观音法门 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要求 那我们来看看 观音菩萨究竟做了什么事 你看看 他到处帮助众生 脱离苦海 他已经要成佛了 为什么还要到处去忙 忙那么多事 为什么说这个话 因为他三十二印当中 他就是 到处去去帮助别人 他以合乎众生的身份出现 帮助我们 从苦难当中脱离苦海 从我们的希求当中满足所愿 其实 我们对观音菩萨的求助 大多数都是希望脱离苦海 我觉得不是要学佛 我们对他有所祈求当中 是希望满足我们的愿望 也不是说要学佛 这是我个人读出来的结果 当然观音菩萨 在救我们的时候 他是 他是 合乎我们的身份 也是用佛法来帮助我们 可是 很明显的 很多众生 其实并不需要佛法 他只需要解决困难 他只希望满足所愿 那这样的话 菩萨要不要帮他呢 当然要帮他 所以这个地方是有意思的地方 那我们来看看怎么说 我这里做了一些图 把32印做出这个图来给各位 因为经文很多 我们这个上课不能够 一个经文来理解 各位看看 这个分成32印 分成第一个就印圣圣 也就是 除了他们以外 其余的这个四圣 他们都想要学佛成佛 其余的没有了 最多再加一个犯王 大犯天 然后呢 大犯天王 就想要脱离这个欲成之苦 所以你看看 另其解脱 对不对 他想解脱 这几位 所以现佛生 就大圣菩萨来说 他想要成佛 所以观音菩萨现佛生 然后呢 独觉 独觉就是在一个没有佛的时代 他凭他的本事就可以自己开悟了 所以叫独觉 他也想成佛 那要想成佛的话 那就要修学佛法 然后没有佛法 可他想要学佛成佛 观音菩萨就出来了 就给他开导 他就帮助他可以成佛 独觉的话 是在佛的时代 听了12印元的说法 就可以开悟 声闻的话 听了四圣地 就可以开悟 那这些都是令其解脱的话 就从这个 佛法的学习当中 开悟而有所解脱 其余 其余你看看 从第四圣开始 一直到最后一个32印 没有例外 令其成就 什么叫令其成就 帮助他所愿 完成他的希求的目的 他希望什么 希望当个第四 第四是什么呢 第四是欲界第二天的王 那么自在天就是欲界的第六天 大自在天就是世界最高的天的王 然后呢 这里大将军生就是大将军了对不对 然后四天王生就是四天王 天王国太子生 这些都是诸天 然后 诸天有这几个 四个对不对 这家三个 那他们 有不同的愿望 有人想当大将军 有人想要当太子 各知道有什么差别 当天王跟太子有什么差别 当个太子不错 当个公主也不错 不用做事情 所以每个人想法不一样 有人只想当公主 有人只想当太子 有人想要当天王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一种追求 一种身份的追求 就是天 天道的追求 那观音菩萨就是说 令其成就 满足他的愿望 那当然我们要说了 你要当这个身份 你也要 你也要一些修养修行 所以 嗯 你也必须努力 那么 观音菩萨就把这个 这个方法 来跟你跟你做一个开导 那这个跟我们比较有关系的就是人 所以你看 有人想要当人王 譬如说 要当总统 对不对 你知道要选总统 起码第一个条件 要有足够的现金 缴那个报名费 你跟我可能选不上 一个理由是 我们没那么多钱 嗯 所以说 要赚那么多钱 大概 要有合法的来源嘛 对不对 所以 要能够证明你这个钱 是清白所得 那今天的话 要很努力赚钱 嗯 然后呢 还有其他条件 有人要当长者 有人当居士 有人当宰官 各位知道 要做这些 要成为这些的话 那都起码要修个五戒十善 五戒十善是不是佛法 是佛法 所以观音菩萨就现身跟他们说 五戒十善 哦 那么 也只能够做到这个人 这个要求而已啊 可是他满足啦 所以令其成就 那就是说 有不同的追求 各位再看看 有人想要当个婆罗门 婆罗门什么意思 宗教师 跟后面说的 比丘比丘尼不一样 这个比丘 比丘尼是佛教的出家二众 那么比丘是男众 比丘尼是女众 就是出家人 那婆罗门是宗教师的话 这个是一个说法 就是其他的宗教 也有他们的一个宗教师 那幽婆舍 幽婆怡 这个就是在家二众 在家男众叫做幽婆舍 在家女众的话 就是幽婆怡 那差别在哪里呢 出家人所持的就是出家的戒 所以说是不淫戒 不淫戒 然后在家的话 守的是五戒 是不学淫戒 那既然你要成为比丘比丘尼的话 你要遵守佛法所说的戒律的要求 你要了解这个戒律 因此令其成就 那女主生可以知道什么意思吗 女主生就是有身份地位的女众 例如总统夫人 然后我们的葛奎夫人 总之秘书长的夫人 对不对 也是一个有身份地位的夫人 那这样的话都需要有一些寒养的 有一些修行修养才可以获得这个身份 那童男童女是什么呢 童男童女是首身清白的 那跟其他前面说的比丘尼 比丘尼的差别在哪里 他们是现出家相 童男童女是在家的 可是她是持身清净的人 那么跟优婆社优婆仪是属于在家二众 不一样 因此就有了这六个分别了 那也就是说有些人他不想出家 可是他过的是出家人的生活 而且是终生就是以同男同女 作为他们这个持守的一个要求的 那你就看到人去部分 就有那么多的不同的身份了 万一菩萨都一一一出现 给予这个指导 那八部八部就是天龙八部 然后这里提到的就是在天的就是天生 然后有龙 这个龙 我们比较 我们比较没有没有看过龙 中国有龙的传说 对不对 天龙八部的龙 要叶叶 叫他聽說是大力鬼 然後那個前塔婆身就是飛天 這些我都不是很懂 如果各位想要清楚的話 可以看看聖約法師那個觀音妙志 這方面有一些介紹 然後這裡都提到那個錦納羅生 聽說是音樂神 再來這個是大蟒蛇的神 那麼人生非人生 這都是在天龍八部裡面說明 所以就是說這都是燕禮 各位有沒有看到右邊的燕禮 天龍八部想要脫離他們那個身份的負擔 所以觀音菩薩出來了 就給他們開釋佛法令起成就 就達到這個燕禮的目的了 討厭他們所處的那種身份上要脫離 所以得到這個 這個菩薩的一個幫忙了 這個是應需求不一樣 最主要就分成這兩個部分 一個就是希望達到的目標的滿足 一個就是希望達到脫離的目標的滿足 那觀音菩薩都能夠令其成就 在這裡都是令其成就 所以凡夫因為自我中心的堅固 以至於所處的世界長分彼此 觀音菩薩修行就不一樣 就不斷打破自我中心 所以六節解除的結果就即滅現前 就超越了四處世間的障礙 不受限制可以化身無限 遷出祈求遷出印 他可以自由出路 誰要求他去幫忙呢 他大可不必去 你說他是菩薩對不對 所以他要去 誰規定他是菩薩 我們剛才說了 我們也叫菩薩 所以菩薩是自己願意當的對不對 那麼辛苦的事情誰願意當 我看沒有一點悲心的人 大概都不願意去 所以我們要提倡是這一點 為什麼我們要學習做菩薩 是因為我們太閒了對不對 不是喔不是太閒 所以再來看一個問題 菩薩要度眾 他是以合乎眾生的身份而出現 他沒有強烈的推銷佛法 只是真心為他人著想 所以菩薩的智慧是放下自我的觀點 主要的是說對佛法的執著 他不是執著於佛法的觀念 然後去救助眾生 然後他是用慈悲心來看眾生 滿其所願 因此幫助別人 不能帶著自己的價值觀念 然後目的是希望傳教 然後幫助他變成手段 這個就是本末導致 幫忙救助是第一 然後傳教不是我們附帶的條件 所以要放下這個對佛法的執著 所以菩薩是來幫忙 不是要來改變別人 如果人家願意接受的話 是他不知不覺自己改變的 跟我們想要去給他說法 好為人事 沒有關係 沒有法要說 沒有好為人事 只是如果他們真的是在我們身上發現了佛法 那是我們身體力行的一個榜樣 不是真要說法 更不是特別要說法 所以我說的是 32印說明的是佛身的自由 他超越時空 不受阻隔 凡夫也許沒有菩薩的修行成就 可是應該以菩薩心為心 菩薩心為心 什麼心 就是慈悲心為心 那就能夠體會到化身無量的境界 這個是心量跟心態的問題 這是很重要一點 所以關鍵所在就是說 要打開我們的心 我們講嫩眼睛最主要就是 人常常有那個自我的意識 分別的意識 所以以佛法為標準的話 那就容不下非佛法的存在了 所以要放下這個佛法的架子 沒有佛教的價值 有佛教的精神 可是所謂佛教精神是什麼 就是無私的心 就是慈悲的心 所以即使對方不是佛教徒 仍然能夠以無私的心情來幫助 需要的人 這是最重要的 觀音菩薩最重要一點 我的理解是這樣 所以自利利他 那個利他不是真的 懷抱有幫助你了 我就有所成就了 起碼我可以達到傳播佛法的目的 這個就是有私了 一旦有了這個私 那就是一個執著 所以要以無心為心 更要超越那個無心 這個滅絕 這個一定要達到這個要求 才可以真正的是無緣大持 同體大悲 否則就是有私 不是真要改變別人 沒有改變別人的問題 所以32印不僅是顯示 觀音菩薩的印化自由 也是信量廣大的緣故 信夠大的話才可以容納一切 然後呢 做該做的事情不帶有任何的條件 所以 所以說這個是32印 我們剛才所說到的一個道理所在 那麼再來我們要說十四無畏 十四無畏 十四無畏 就是說有十四種無畏的力量 可以到處幫助別人 因為要幫助別人 總要有本事 有什麼本事 就是這十四種無畏的力量 無畏就是沒有 沒有為怕 不怕了 眾生很多害怕 跪納起來 這裡 巴爛無畏 三毒無畏 二求無畏 尺民無畏 合起來十四個 對不對 八三二一 我們來看看 這巴爛無畏怎麼說 因為一張圖 放不了那麼多字 我就分兩張圖來看 各位看到了 巴爛無畏 這是五個 對不對 這是三個 加起來是八個 第一個是苦爛無畏 然後呢 大火無畏 大水無畏 苦爛無畏 是總的說明 這一個苦爛無畏 一切苦爛都在這裡說明了 你說的大火大水 什麼都可以放在這裡 它用一個來做開始 其實後面是細分的 但有一些分不出來 沒有特別標出來的 譬如說撞車無畏對不對 這裡沒有撞車無畏 那放在第一個 一切苦爛無畏當中 那凡是沒有特別標出來 你都可以用第一個來說明 那至於大火大水 主要是說明煩惱 煩惱無畏 火跟水都比喻成一種煩惱 那都不能燒 不能溺對不對 夏天來了對不對 所以很多傳聞有人溺水 所以都無畏 那羅叉是個鬼國 就不小心跑到鬼的國度去了 就到處都是鬼 那跟後面說 諸鬼無畏有什麼差別呢 諸鬼無畏我理解為遇到鬼 那不見得到鬼國遇到鬼 在車站也可能遇到鬼 對不對 那到處可能都 可能遇到的話 他們都不敢接近 都不能加害 刀兵無畏就是遇到那些 那些阿兵哥 會來搶劫的 我們也不害怕 刀兵這個阿兵哥跟那個傑傑有什麼差別呢 其實兵就是傑 一個是合法的一個是不合法 都是搶我們東西對不對 所以平民老百姓很害怕 而且都是不用怕了 因為菩薩幫忙 都沒有害怕的 這個是巴爛無畏 就表示各種的災難都不害怕 這個是巴爛比較屬於外難 外面的 那至於三毒無畏的話 就是內內難 就是內心有各種的災難 這個災難就是所謂的貪稱痴 貪就是非分之想 稱就是心中一把火 痴我們說過了就是一個平面之想 平面之之 所以那個叫痴情 這種痴情是很莫名其妙的 前幾天不是有一個男生宅的一個女生嗎 他們同一個學校又不認識對方 就是暗戀對方就把人家殺了 那這叫做吃毒 吃毒 所以要遠離貪稱痴 然後呢 這個叫三毒無畏 我們就說了 就是遇到自己有貪稱痴三毒 那麼我們就通過觀音法門的修行 可以不斷的減輕 那二求無畏 就是想要希求的 希望生子生女 那麼菩薩都可以給我們幫忙 這裡這個二求表示什麼呢 人生之求 以這個二求最難 可以同意嗎 就是說以生子生女 作為我們的人生最大的期待 那這個是人類的一個想法 要延續後代 那至於現代人的不想生 就生出來了 那就不是菩薩能夠想通的道理 所以用二求 求子窮女 來說明這個求 那麼難的 菩薩都可以幫忙 可見菩薩真的是 具有這種很大的力量 再來最後一個叫持名無畏 持名無畏最主要說明的就是 觀音菩薩的名號是十足有用 你再多的其他菩薩名號都多餘了 就一張卡就夠用了 通過這張卡 就是觀音菩薩這個名號 一張就可以抵得其他的更多的名號 所以我們就說了面對苦難 眾生大多是懷抱有恐懼 觀音菩薩有十四種無畏的力量可以幫助我們 我的講法是通過持名無畏當中 就獲得解脫 所以修行回到這裡來是非常的非常的穩當 那麼第一個苦難無畏也在說明這個道理 那麼他是說觀音菩薩是說他不只是 不是在聽那個聲音啊 他是在這個觀那個觀者 觀者是誰呢 觀者就是就是自己的文性 他在觀自己的文性當中 就可以讓這個苦難十方的眾生 觀其陰生就可以解脫 十方苦難眾生觀的陰生是什麼陰生 持送觀音菩薩名號的陰生 這個邏輯清楚嗎 十方苦難苦惱的眾生 他在持送菩薩的名號的時候 然後他是在觀其陰生 觀自己持送菩薩名號的陰生 就跟觀音菩薩他在觀自己 這個文性是相應的 見的話不久學持名法門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理論說明了 以觀觀者那個觀者就是 觀音菩薩自己在觀一個 一個自己的文性 然後呢就能夠讓這個功德啊 就能夠讓十方的苦難眾生 在觀自己念送菩薩名號這個聲音當中 獲得解脫 這個文看得懂嗎 所以我們就 持送名號就對了 所以我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持持持名無畏的話 菩薩說的能令眾生持我名號 跟筆跟那些 共持62橫河沙諸法王子 二人福的正等無異 那這個 就更清楚了 一個名號就夠用 十四五位都可以通過第一苦難無畏 而說明持名無畏的重要性 所以說 十四五位 我歸到這個 持名無畏來說明 持送名號 最簡單 來修耳根圓通 因此 觀音菩薩的十四五位力量 可以歸重於持名的信仰 也落實於持名的修行中 再來的話 是持名的時候 要發心願 要追隨菩薩 賊人的話 就從他的十四五位當中獲得力量 其實 觀音法門最難的就是這個部分 如何的去獲得這個力量 那我們 如果說這個地方我們掌握到的話 這個法門修行就得利了 所以 我們凡夫的話 就是以菩薩心為心 然後 菩薩心為心就是以慈悲心為心 這個就是觀音法門的核心觀念 最後講一個 適不適意 這個很簡單 因為太懶了 只能簡單說 我把經文全部變成 這八個字 然後 然後內容就後面這七個字 發揮無礙的大用 沒有做無從的行動 令水千辛求加持 具足福德智慧 詳細內容 你要讀經文 這個就是我把他的重點抓出來 就放在這裡 如果說 這個檔案網路上面有 所以應該可以抓到的 再來 我有一篇論文也是在法國文化有出版 然後有特別來做一個論述的 那麼我們說了 這個適不適意功德已經超出我們可以理解的範圍 它是說明觀音菩薩有那麼大的一個能力 可以幫助我們 所以我們 我在這裡還是在 提倡一個慈民信仰作為衣櫃 提出發普遍心 提出反文字信做功夫 作為我們努力的方向 那最後剩下很短的時間 要講這個結論 我們課程的結論 我們上了四次 談這個任言經跟 跟這個 生命圓滿的追求 試圖說明他的關係 那為什麼提倡這觀音法門的學習 剛才提到了觀音菩薩的一個修行方法 以及他的一個成就的話 我們來看這個問題 生命什麼時候需要菩薩 各位覺得呢 如果人活得好好的 不會想到菩薩來幫忙的 我們都活得好好的 不會求菩薩的 我們根本不需要他 究竟我們先需要他了 他又可以幫我們什麼 應該值得我們去探討 生命如果真的需要菩薩幫忙 是因為我們有許多困難 可是這困難為什麼會來 就是因為我們的頑固 更嚴重的是 我們不願意承認 你的問題為什麼不是我的問題 那是因為我沒有你的頑固 所以你的問題不是我的問題 那為什麼那麼頑固 那因為我錯認了一些價值標準 我也迷失在自己的七七六一當中 再來呢 再來這個表面是繁華的社會裡面 各位知道嗎 這個世界就是一片繁華 夜間也有夜間的繁華對不對 所以說人是否有一種能力體認這個世界 重要的是要有感化自己的能力 因為在繁華當中 我們誤以為繁華是真實 我們只會追逐繁華 我們忘了真正的真實 所以需要感化自己才能有所體認 就通過觀音信仰來感化自己 觀音信仰是什麼 就是到處感恩奉獻 他三十二印就是感恩奉獻 他不求回報 這個知福惜福 賠福眾福 賠福是賠福是不賞福 我說了他為什麼那麼辛苦 那三十二印就到處去去忙 這叫做到處賠福 就是不賞福 眾福的話就讓人有福 那凡富的付出是計較代價的 所以是以付出作為一個付出的代價 然後換回來是報酬 那這不叫付出 這是應該得到的 什麼叫應該得到 例如說上班要有免薪水嘛對不對 這個就是一種報酬 所以究竟有沒有無私的付出呢 是有的 那要學習 所以要學習付出 要學習對無私的體會 那無私的體會其實就任老任怨 付出不一定得到別人肯定 還會招惹是非 各位同意嗎 所以要學習就在這裡 付出不一定得到肯定 會招惹是非的話 你更會被人家這個指責 不求回報 有時候你一句讚美的話 也不能夠期望期待 那做不好 這應該慚愧 也不要因為自己一點付出 只有自我膨脹 所以要懺悔 這個叫做 從裡面去學習 所以自立利他水溫是很大的 而生命需要更多的感謝 還有很多人可能對你有障礙 這叫利應援 也要感謝 那感謝就是幫助你的情意相挺的朋友 感謝他們支持 也感謝這許多的困難 這叫利應援 讓自己通過而獲得成長 所以說是因為感恩跟感謝的關係 生命圓滿 我就變成說不是追求了 是付出 生命圓滿的追求 從付出當中去完成 那就是 觀音菩薩就從反文而來對不對 這個反字就很有意思了 本來追求就往外追求 原來就是 要我們自己付出的才可以得到圓滿 而不是從外面得到叫做圓滿 那麼 這個付出就是要放下自我 要通過菩薩 我們就可以找到這個榜樣 那這個也就是 我在談觀音法門的時候 然後 提出來一種心得 所以反文自信 就是聽聽自己真正的需要 然後呢 需要是不多了 是想要太多 要感化自己 來感動別人 所以如果你懂菩薩的話 你會知道發大願心的重要 也就是我與彼佛發菩離心 能有這個願心才能跟觀音法門上映 因為大願心的發起 所以我們隨時無事的付出 就進得起苦難 在苦難當中救濟苦難 所以期待沒有苦難的話 那大概不太容易 所以因為苦難所以更能夠進得起考驗 生命圓滿就在於觀音法門裡面的自立立他當中 放下自我的執著 認為沒有苦難才真正的圓滿的話 這十種執著 所以真正的自己在哪裡 就是在這個執著當中 有所放下 有所體會 那麼要體會到這個道理充分實現 所以這就是我所說的生命圓滿 不知道大家覺得以為如何 這個課程快到結束了 所以說應該要感謝大家 首先要感謝法谷教堂 然後我們可以在這裡上這個課 再來是感恩聖言法師 聖言師父 我很多觀念都從聖言師父的著作而來 當然也就是親近過聖言法師 然後也聽到他很多的教課 再來是感恩各位菩薩 所以我們要用我們上課以來的功德 做個迴向 便笑三丈諸凡老 願得智慧真明了 不願罪障惜少除 世世常行菩薩道 課程結束了 要謝謝大家